下船了,从码头那里走到解放飞这里,二十来分钟吧 走到跟前看一看 这里是重庆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 据说在以前这个解放飞就是重庆最高的建筑了 但现在放在这里已经显得特别低了 我去转一下吧 这里就相当于我们太原的钟楼街了 非常繁华 这个地方的高楼大厦特别多 这些大楼一个比一个高啊 什么金融中心啊,写字楼啊 全在这里呢 盖的都特别高 重庆的楼怎么能盖这么高呢 继续行事八百年 大家好,我现在到重庆了 重庆不愧是著名的火炉城市 真的是太热了 哇,这么大的太阳要把我烤化了 今天四十度呢 我是坐那个三峡邮轮 从后面这个长江上过来的啊 今天刚下了船 船就停在那个朝天门码头 我打算在重庆这边玩个一两天 然后再回家 如果你像我一样啊 就是来重庆只有一两天的时间 该怎么玩呢 我推荐大家就是第一站 先到我站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观景台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重庆的整个的这个风景 这个地方叫这个一棵树啊 往这里看 这是这个长江南岸半山腰这个一个景点 这是重庆的四树叫做黄绝树啊 非常的茂盛这个树 这里是著名的观景台啊 来到那里去看一下风景 它这里正好有一个观景台生出来 哇可以一览无余的俯瞰重庆组成区 面前的这个就是长江 长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这个桥挺漂亮的吧 叫做东水门大桥 那里是长江的朝天门 这是朝天门那个标志性的大楼 在这里也可以看一下重庆的这个天际线 这高楼大厦一个比一个高啊 从这里看过去 好像这个楼是这里的最高楼 好像叫WFC那个金融中心吧 这个地方一般是看夜景最佳的位置 因为我时间比较紧 所以我就白天来了 如果大家来的话 可以晚上来看这个万家灯火 看重庆的夜景 这后面就是一片大山啊 一会儿我从这里看完呢 还要去一个著名景点 就是蒋介石的别墅 也在这后面的山上呢 那个景点很少有人知道啊 这几天重庆都是高温天 我感觉这山里面的温度 要比那个城区要低一点吧 山里它树多嘛 现在我要走到后面 还有一个观景的楼呢 到那个楼上去看风景 就是这里 这个景区的门票啊 三十块钱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是免费的 从这里上楼 最高是七层 但七层是户外的 就在六层看一下吧 哇 六层是室内的啊 哇 这个视野真是无敌了 太棒了啊 刮风下雨都淋不着 这里是三百六十度的 可以在这里转一圈看风景 重庆的人口有三千两百万的 其中这个主城区住的一千六百万 哇 住的人真是太多了啊 从南山一棵树 看完重庆全景以后 可以坐车到这个地方来玩一下 他两个离得不远 都在这个山上呢 叫做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这个地方呀 是那个 抗战时候 蒋介石不是来重庆了吗 重庆就是培都 蒋介石在这个地方 有他的别墅啊 在这住了八年呢 看就在后面呢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隐蔽的 刚才我打车过来的时候 连那个出租车司机 都不知道蒋介石在这住过啊 不光是蒋介石啊 还有宋美龄啊 何应青 宋庆林他们 在这里面都有别墅 大家家进去看一看啊 也了解一下那段 抗战的历史 走吧 对了 门票是那个 18块钱 还挺便宜的 蒋介石这个别墅在这个大山上面呢 这两边的树都非常又大又高 把他的别墅能挡在 挡在这个树林间 就敌人的飞机不容易找到啊 哇 在这个山头上就是他的别墅了 叫做云秀楼 一共是三层的小别墅啊 全是这种青砖 灰瓦这个感觉 民国这个建筑风格 这个山叫黄山 黄山上建的这个别墅啊 看这里还写着呢 黄山陪都遗址 因为抗战时期 重庆是陪都嘛 南京本来是首都 南京失守了 蒋介石他们就跑到 重庆这边来了 就变成陪都了啊 这个是一楼的会客室 按照当时的情况复原的 旁边这里就是会议室 这个场景我们在电影上经常能看到 一个长条桌 对面墙上挂的军用地图 来这里参加会议的人 那都是有头脸的人啊 房间里都是铺的木地板 沿着这个旋转楼梯 上二楼看一下 二楼一上来也是一个客厅 那边是有一个门通向阳台的 现在没有开啊 这边也有一个楼梯通向三楼 也没有开 然后这上面一共三个房间 办公室 办公室 然后这个是他的休息室 这应该就是他的卧室吧 房间不怎么大 十几个平方 但是这些桌衣板凳啊 床头柜啊 衣架呀 布置的都是民国时期那个风格啊 还有这个窗户 然后这边有一个壁炉 从今的冬天 这山上比较阴冷潮湿 有个壁炉可以保暖吗 旁边是他的办公室 蒋介石在这里接见过很多有名的人啊 陈纳德呀 还是其他人 这里是他的办公桌 后面写的艰苦卓绝 蒋中正 不知道这几个字是不是他亲笔所写呢 办公桌上面有台灯 笔筒 这个是涮毛笔用的那个 这个是笔架 电话机 这边是会见客人的一些沙发 再去那个房间看看 这地上铺的全是木地板 这里面是一些展览啊 这边有个介绍 蒋介石在38年12月到46年4月 他就待在重庆 他在重庆这边待了八年时间呢 他一来重庆就住到这个别墅里来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防空洞呢 一会儿去看看 日本人曾经派轰炸机来轰炸他这个别墅 幸好他躲到防空洞里去了 但是有两个侍卫官被炸死了 还有十多个人受伤了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他住的这个别墅的位置呢 他的保密工作做的不怎么好啊 防空洞到了 这个防空洞修建于1939年 他一共长是202米呢 就位于蒋介石那个别墅的山下面 他们都是同一个山头 现在已经不开放了 只有一个门啊 这个两边都是水泥器的 应该是非常结实的 可以防这个飞机轰炸啊 这个入口也是特别隐蔽 如果不是有那个路牌指示的话 我也找不到这里啊 离云秀楼不远的地方 在这个小山头上叫做有一个松厅的地方 这就是蒋介石和宋美林住的别墅啊 为什么他们都喜欢住在这个山头上呢 这个房子上面有个很大的烟囱 这是因为里面有壁炉 冬天取暖的 正中间有一个松厅 这是蒋介石清笔写的啊 看看蒋介石的书法 外面有一圈这个走廊 好宽敞的走廊啊 一进来就是客厅 宋美林在这里加了个壁炉 因为宋美林患有严重的寻麻疹 冬天的时候重庆这边潮湿阴冷嘛 所以就需要壁炉来取暖 这边就是餐厅 蒋介石宋美林吃饭的地方啊 那墙上呢 还有一幅他呀 当时吃饭留下的照片 窗户非常多 采光很好 然后这边转过来 就是他俩的卧室了 哇 这个房间也是有壁炉的 取暖啊 然后这个房间有两个是原件保存下来的 一个是这个梳妆镜 一个是这个穿衣镜 宋美林特别喜欢美嘛 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梳妆打扮 对着镜子啊 好的到达重庆的第一天就玩到这里吧 明天再玩一天就要回老家去了 我现在到了重庆一个很魔幻的地方 都说重庆是3D魔幻城市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从这里看啊 这就是完全是一楼对不对 这么多高楼都是从这里拔地而起的 但是最神奇的是往这边转一下 来 到这个跟前看一看 这里其实是23层 看那个下面楼楼有多高 哇呀 太吓人了吧 你看这个下面 这是23层啊 哇 这两边的楼房盖的是真高啊 而且盖的也很密 中间有一个这个天桥 等于是把这两个楼连到一块去了 从这个楼啊 走到23层的地方 上来又变成一层了 有点意思啊 如果在重庆送外卖呀 送快递呀 找不到这些路怎么办呢 你看那边 那两个楼之间都有一个天桥一样的东西 把它俩连住了 如果你找不到那个小路的话 你就要绕路了 然后走到那边就是在江边了 嘉宁江边 哎呀 走到那下面是见不到太阳的吧 因为被这边的楼都挡住了 这就是3D魔幻城市啊 看看重庆的魅力 那下面这条路是直接通到江边的 昨天去了重庆的一棵树景区啊 今天到鹅岭公园 看一下 这个公园有个特色 就是可以同时看到嘉宁江和长江 就在这个点上有个观景台 爬上去吧 今天重庆温度40度 这个叫做看圣楼 俯瞰圣景的这个意思 昨天的一棵树 它中间还有电梯呢 这个楼全靠爬楼梯啊 哇 中间是这个样子的 螺旋形的台阶 一共是7层啊 到顶了 哇 看一看重庆的景色 看对面那个楼那么多呢 挺密的 然后有很高的这个楼的地方 就是观音桥 重庆的一个CBD市中心啊 下面这就是嘉宁江 嘉宁江的江水比长江的要清澈一点 它是绿色的 这边的楼房更多更密 重庆一共是 2000多万人吧 哎呀 这边就是长江了 长江从那边转过来的 长江现在的水位应该是比较低吧 你看那里都露出来了 江中间的沙滩都露出来了 远处那一片大山 就是有一棵树 那个观景台 然后蒋介石那个别墅 也在这个山里面呢 哇 这个位置确实是太棒了 能同时看到两条江 嘉宁江再往前流 流到那个大楼的位置 就是朝天门 它就汇入长江了 太棒了 这个景色 哎呀 免费的景点 大家来重庆一定要来这里拍照啊 这登高望远的感觉是太好了 转一圈看一看 这个公园里面树还挺多的 顺着这个嘉宁江一直往上走 呃就到了慈禧口了 是一个古镇 在那边呃买点东西挺好的 对了忘了说了 这个楼的下面就是著名的青鬼川楼 那不是有一条那个青鬼吗 顺着这里就穿过这栋楼了 从这边又穿出去 然后这里好多人拍照打卡的 这个景点在重庆特别的火啊 这个地方是牛角坨 这边是观音桥 这个地方风景太好了 合照影吧 游客打卡照 这里写着重庆欢迎您 我这么大的字立在这里啊 生怕别人看不到呢 重庆果然太热情了 吃了晚饭来重庆的红牙洞拍夜景 红牙洞的夜景非常有名 前面就是朝天门码头啊 看这边这个桥太漂亮了吧 晚上比白天更好看 这个就是嘉陵江了啊 然后这条江上面好多的这个游船 这都是夜游嘉陵江和长江的 游客也很多 船也很多 漂亮吧 而且大家看嘉陵江对岸的这些楼房 这夜景真是无敌了 然后他们这些图案都是统一的 确实是太漂亮了 下面就是临江的这条路 这条公路 然后一会呢 我要走到那个红牙洞的下面 从他的正面去看 夜景会更漂亮 现在是在侧面呢 晚上的重庆游客很多 现在也挺热的 都九点多了 重庆的夜景太漂亮了 三地魔幻城市 现在走到这个江边去看一下红牙洞 走吧 红牙洞这里真的游客太多了 现在在天桥上都这么多人 这个地方只能远观 你走进去的话就没什么效果了 从这里远远的看 这个吊脚楼啊 非常梦幻 这里是重庆最堵的地方 车也多 特别堵车 现在走到江边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红牙洞的全景 这个夜景很漂亮吧 但是这里游客非常的多 你看这有多少人啊 全都是人啊 人一多吧 就有点嘈杂 特别的乱 乱糟糟的感觉 而且还有好多人拿着大喇叭 喊坐游船吗 坐游船吗 吵死了 一刻都不得安宁啊 因为在下面全都是这些游轮 很多游轮的 正好看到有一个轻轨 从这桥上过来了 到这边以后可能又钻到地下了吧 路过了八一好吃街 这里有点嘈杂呀 又放了音乐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吧 受不了这种嘈杂的环境 我就不进去了 里头应该是卖一些 重庆的特产吧 哇 这个晚上的夜行街 步行街也是非常多的人啊 我现在越来越受不了这种人多的场面了 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啊 这个好吃街的招牌 太炫了吧 看着这眼花缭乱的 特别刷眼球 看着头晕啊 重庆之旅结束了 坐飞机回到太原了 在太原好好休息几天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